朱老闆,聽見有很多門路 你找河手屋找到山西那麼遠 比較靈靈一點 大家都知道 不花心血在哪裡買到漂亮的河手屋 讓你們見識一下 好… 真是很驚訝,用藍藍藍藍藍 跟我們的貝匪怎麼看 河手屋 遠遠不及我們那些 朱老闆,你現在可以見我們大賊鬼 謝謝… 請 糟糕了,我們的貨品這麼多 十萬元都好價錢 不,去打探一下 這裡的河手會買什麼價錢 謝文生,屎嫂在哪裡? 廁所,在那邊 謝謝 媽媽而已 什麼媽媽?你九膽河手屋是我親自從山西運回來的 山西?江西嗎? 大茶鬼,你真是很眼力,一看就看到了 我們都敢點紅點綠 老闆,你這個貨,五毛錢都給你多 不信?出去試試吧 我們大家是老主股 一向是交易開的,怎麼說就好 總之你把飯給小朋友吃就可以了 說這麼多無謂事幹什麼? 照老規矩吧 單開白樓,實修無 應該… 老闆,我快走吧 好,謝謝 請… 黃老闆,馬上進來吧 好 舒服了,謝謝 怎麼樣? 那大茶鬼說什麼夠規矩 單開白樓,實修無 還要那三個去哪裡? 當然是落了大茶鬼的袋子 山西還要失業,老闆 我們要第一次買 來…坐下… 天下烏鴉日良客 就算有第二間,一樣是過水濕腳的 最重要是這間藥莊是全廣州最大的 我們有三十多膽藥材 這麼大的藥莊才能一次過買光 不然我們就很麻煩了 我們花很多工夫才能買光 你真的打算賣給他們嗎? 泥藥材屬於全村人,我不敢亂債主意 天哥,我們什麼都不認識,哪一式作主 你認識多,你作主就行了 就這樣吧,我這麼看 我這個河手烏的確給他們漂亮 待會兒我們去開甲,九號字就跟 照規矩,他們收三號,我們一定收六號 計劃也有賺的 而且這個價錢也見到鄉親父老 大家怎麼看呢?買還是不買呢? 天哥,我們有時候都這麼相信你 你怎麼說就怎麼做 那好吧,你就這樣說吧 你進來吧 這位就是我們大茶櫃 大茶櫃,他們說藥材是自己種的 很生面子,第一次來我們賀精堂? 是的,不過我們來省城買過藥材了 買過哪一家? 百草藥號和唐德藥店 都是小小店 這次走到我們這裡,有很大批貨嗎? 總共有三十四宗藥材 二十四宗何壽烏 六宗木沉香和四宗當歸 這麼大批貨,真是只有我們何正堂 我剛才都要得到的,拿板來看看 坐吧 坐 過得去吧,甚麼價錢? 九毫子一斤 我們何正堂做生意,有自己的規矩 單開一個價錢 我們會約了,抽幾成出來 明白…就跟大茶櫃你的意思去做 爽快…那我就單開九毫,實收三毫 三毫?你吃完我們的鞠 剛才我都單開八毫,實收五毫 好,你偷聽我談生意,你離譜了 你這樣擺明一下我們就回鄉下腦 大家不要囚住 大茶櫃,做生意大家賺錢 我老實在在上山那裡採藥 我看你穿甚麼好藥材,甚麼不好藥材 大茶櫃,你老行磚 拿得出我們的何首會值八毫子的話 我肯定你的何首會會值九毫子 我說值三毫就是三毫 大茶櫃,可不可以? 不可以,價格我開了,不賣的 你們鄉鄉下腦跟我爭屎 我們就不賣 走 你怎麼八毫保照 全沙城穿大藥材 做生意你不老實 這裡是白雲子,千萬不要保證他 你們鄉下腦,在這兒亂丟臟臟死 替我收席 你就閉嘴,我們實在搶他壞 你搶死,你搶通街 全都說得罪了,全都說得罪了 全都說得罪了,全都說得罪了 我正在無量加傷,吃人不得罪了 我正在不能等多久了 他不走我就問我了 不要亂丟臟,走呀,死壞人,不要亂丟臟 是否要坐下來和他們慢慢談 你走開吧,你們別聽他們發瘋 這群不知死的向下路 拿著幾大爛鬼,樹枝樹葉爛柴 進來就找藥材 藥材我們全天人用兩天心肺種出來 你別沉香當爛柴 我看藥材看了幾十年 在這行過都知道我會不會看錯 我說你的藥材不值錢 就算送也沒有人要 我說你的藥材爛柴 全省蛇沒人敢去尋香 你說多聲爛柴 各位街坊老闆 你們認住這群鄉下的頭 他們是來騙錢的 他們買的全都是爛柴 爛柴 出人家… 不要亂丟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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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爛柴 不要亂丟臟 不要亂丟臟 沒用的 大賊鬼, 你沒事吧 一頸牛死在鄉下路, 嚇到我嗎 介叔, 替我收起這盤, 別告訴別人 我回來, 我在後門走 你明白嗎? 明白 不要亂丟臟 不要亂丟臟, 可惜沒有亂丟臟 你一定是那個大賊鬼賤界騙錢 我們怎麼會做賊這麼走?不休息 大隻嬌, 好漢班是眼前規 被人抓到坐監就不值得了 更何況我們不夠你奸 你對馬仔成無雙不奸 原來真是真是真是真 天哥, 現在怎麼辦? 你說過整個廣州都可證堂 才可以一次過收好我們的藥材 現在窩可了 那我們那些藥材去哪裡賣? 也不是沒辦法的 至少辛苦一點, 化整為靈 我們小時候藥店逐間逐間賣 一口賣不到半口, 值得買了為止 那賣法的價錢很低 對就是, 我們最少賺點 我們這藥材真是好東西, 有些自然香 我不相信我們這藥材賣不下賣不下 好, 待會我不好, 天哥 如果我過身吞了, 會不會弄成這樣 我一整天都壓不住自己的火 算了, 你剛才火氣比較猛 不過那隻老狐狸的確自然沒有人有 我也火氣了 總之現在, 大家一起收回火氣 夾手夾腳, 賣好藥材, 好嗎? 好 今天走了一百間也有八十間 每個都是橫額, 真可憐 好, 一口半口, 現在根本沒人要 難道我們的藥材被棋釘了? 有毒嗎? 他們也不知道是不是合起來了 還說吃甚麼貴價不飽到金華肉蒜雞 而這個撈汁飯又在那裡吃 可怕遲點我老婆和媽媽妹 連飯都沒得吃 整條村子沒飯都在等著我們 大家吃飯吧, 我想不去的 大家吃飯吧 唐尾滿天飛, 遲了有大風雨 藥材濕了, 渣也沒有 不是了, 沒得選, 三號就三號了 回賀正堂買, 那豈不是找那個大奸鬼 骨氣不可以當飯吃的 馬死落地走, 為了燕牛村 我一定要回賀正堂 我怕我的火又會扯起 總之你一會兒靈命面 別看那個大奸鬼, 由我去說話 總之你記住, 不要再進場扔就行了 小姐, 大三斤 一會兒, 如果你看到我請跟起 把拳頭抓住拳頭, 你們抓住我 刮我, 刮醒我都可以 總之你別讓我扯過 搞好這件事, 知道嗎 又是你們嗎?幹甚麼? 又想來搞事嗎 我們想見大茶鬼 又甚麼事 大茶鬼 我們商量過了 大茶鬼今天早上開過三毛錢 其實也合理的 所以我們決定 葬三毛錢的價錢 將成一筆藥材 賣光給你, 賀正堂 今天早上你們不是說 我們這些是謀仁子嗎? 別讓我們謀了 過處第二家賣吧 我們鄉下人不懂規矩 所以要胡說 我們這些賀手烏真的很漂亮 一枝都不要, 瘋瘋 好…大茶鬼叫你走 走吧… 大茶鬼 別怒氣, 我跟你聊幾句 跟你鄉下的老豆氣有甚麼好處 你也說迫貨好, 要賺盡他 讓我聊 萬事有商量, 坐 走 我是這裡的二茶鬼 大家別怒氣了 正所謂買賣不成仁義在 這裡大哥, 怎麼稱呼 我叫做遼天 天哥是嗎? 你們的情況我已經了解過了 有三十四大藥材這麼多 二茶鬼, 你幫幫忙 開個好價錢給我們吧 當然會 不過最近我們進了一大批河手烏 真是有點混亂 這樣吧, 一毫, 好不好? 一毫?我們連一本都還沒夠 二茶鬼, 一毫子的話 我們會洩大本 不如今早說個價錢吧 三毫子成交 剛才我也說過 賀手烏, 我們真的入夠貨了 我是真心想幫你們 才替你們要貨 一毫真的有多無少 二茶鬼, 可不可以… 不要緊 如果你們不肯買的話 那就算了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合作 阿哥 別管你鄉下人了 白區榮台戲快要開羅了 走吧, 兒子 原來你們是父子 一隻老狐狸, 一隻狐狸在我們 玩死你們也行 敢得罪我何坤妖 我說了不收的貨 全省城就沒人敢收 你們等著這批貨是歐洲的很難 難怪每間店舖都不肯收我們的藥材 原來是你趕著我們 一毫就一毫 你不是聼的吧 聽到雷聲了吧 長羽正在來 連天都要幫忙趕著你們 浸爛吐爛你們的藥材 現在更加不值錢 一毫不值, 值五分 可是剛才說一毫 你們不要這麼過分 不要這麼過分 我過分? 再過分一點還行 要值一分, 向下路 不要向下路 你再說就貼錢也不要 向下路 糟了 快點, 向下路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不用了 不用了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你現在什麼事? 你這幫女的黑奴打上我來耳察鬼 把她的藥材料都拋棄 如果我真的有什麼事 我要你叫向下路戰師弟 好